一擊又高又遠的拳雷打 臺灣巨砲 陳金鋒是臺灣棒球 永遠的驕傲 如今傳出 豐哥不只擔任體壇 精神領袖 可能還要扮演兩岸交流的重要橋樑 第四次聯席會即將登場 一度傳出陳金鋒也要一起參加 後來他所屬經濟公司 偶認這項消息 但也能由此看出 這次聯席會的與會人士相當多元 包含體育界 原住民 宗教界人士 都會參與 顯示政治色彩大幅淡化 另外工商界大佬也都會參加 這次的聯席會將在七月十二號展開 一天先會見國台辦主任劉傑依 並舉行晚宴 第二天上午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與習進行會面 下午再舉行座談會 傳出大陸與會層級相當高 最後一天連戰將到瀋陽市 進行祭組活動 與當地官員午宴之後 結束這次的訪路行程 對於兩岸實質的交流 國民黨當然都希望可以做更多正面的事情 特別是在兩岸的僵局 如果有機會見到習主席談一些包括我們農產品能夠消往大陸的問題 包括現在台商台生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都是朝樂觀其成正面來看待 兩岸交流以合作代替對抗 還是台灣人民最大的福祉 第四次聯席會即將登場 希望為一再惡化的兩岸關係帶動正面效益 記者張超鵬國防軍台北報導